由同意企業主宣索約基金會所主辦的黃金選結婚多年 在成功台下町長 董事總共有八十八對進化的副車來到現場 在大家的祝福祉下請求西中和新牛沙 和自己的另外一半 手牽手走紅壇 慶祝做會驚過歲月 一對還有一對銀髮夫妻 在大家的立著歡迎之下 手牽手走一紅壇來到會場來 氣氛是最大的溫馨 這次由同意企業主宣索約基金會所主辦的黃金鑽石粉 這次總共有八十幾對復車參加 共同建成美處美好的婚姻 統一慈善基金會長期來致力於極難救助的事情 那在這些工作當中我們經歷了四十一年 那麼從日常的一個衛訪過程當中 我們發覺到有一些的老人家確實很辛苦 因為他們從年輕的時候 到目前的生活方式都不是很穩定 包含說他們早期結婚的時候 並沒有穿上所謂的白紗禮服 那我們覺得說有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社會現象 那麼我們就來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東京的八十幾對復車當中 基東竟是有很多阿嬤 是第一次穿上婚紗 成功完成以前結婚時的夢想 後來上公的感動 離基東結婚上過的一對 竟是已經有七十幾年 那這次參加的對數有88對 那麼現場的人數大概超過一千五百個人 那麼年齡層來講最高是92歲 最小的是八個月 所以基本上是老、中、青、少、幼、五代同堂的一個場面 那麼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方式 能夠將我們老人家 讓我們長在那邊 他們對一個婚姻的堅持 對家庭生活的一個經營 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把它傳遞出去 然後讓我們目前的社會上 更多的年輕人能夠來學習他們這樣的一個精神 然後讓我們台灣的社會 能夠更加的溫暖 更加的穩定 現場除了阿公阿嬤以外 竟是來了很多家宿 總共有超過一千五百人 讓整個禮堂裡面都給予了人家 透過多大的故事 不僅是讓大家在處感受結婚時的快樂 也是去他鄉民進戶對著老人的重視 近期盼可以發起大家的關心 記者就嘉明北区 蔡宏布德 敬佛德 一點 強勁